各尊宣法 效忠国家 第20届基隆市议会议员12月25号宣誓就职 随后进行正副议长选举 最后民进党议长提名人佟子伟和亲民党副议长提名人杨秀玉 以跨党派共同合作记名投票的方式 分别各获得16票市议员过半的支持 当选第20届的基隆市议会议长和副议长 经开票结果蔡旺莲议员得14票 同职委议员得16票 陈冠宇议员得1票 同职委议员得票数超过出席总事之半数 基隆市议会第20届议长由同职委议员当选 新当选的基隆市议会议长同职委 除了感谢仁爱区乡亲的支持 让他残联议员 进而当选议长之外 也感谢前议长们 对推动基隆市议会进步所打下的基础 也希望延续前市长林又昌推动的各项市政建设继续推进 同职委也承诺将会当全民的议长 将议会打造为全民开放阳光的议会 让基隆更进步 其实我想这个议长的工作跟职权是超党派 那由今天的选举结果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说我们是跨党派超党派 然后我们在野的沟通的一个联盟 那我想议会是秉持一个中立的角色 我们都秉持在基隆市民谋福祉的基础之上 然后共同来为基隆市来努力 那我想我们接下来会跟谢市长来好好的沟通 我们接下来的施政计划 让我们基隆市的这个市政 在过去右昌市长八年奠定非常良好的基础之下 可以在谢市长的推动继续来前进 我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基隆市民 所以我想政党未必在议会是放在第一个顺位 那是我们的这个心中的理念 我们必须就像我昨天声明的 我们必须要打造一个全民的议会 阳光的议会开放的议会 接下来我们会秉持前任议长的基础 然后继续来努力 官礼的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强调 会以学习谦卑努力的态度 未来在推动市政上多倾听议会的声音 也希望肯请希望努力的争取议长副议长 以及所有议员们的认同推动市政 首先先要这个非常热烈的恭喜 我们同志委议长跟杨秀玉副议长 能够在激烈的竞争当中顺利的脱引而出 担任任市政院议会的政府议长 那未来我们会用学习 谦卑努力的一个态度 来把我们所有的施政计划 来跟政府议长还有议会来沟通 那我跟同志委议长跟杨秀玉副议长 平时就是好朋友 过去也常常两个人出去吃饭过 那未来我也期待在公务上面 可以多请听议会的声音 因为毕竟他们两位及其他议会 都代表着整个基隆市民的心声 那国量这边未来有些工作 也想要来推动 也要恳请 希望努力的来争取 他们两位及全体议会的认同 再次的用最开心的心情 来恭贺他们两位能够顺利当选 副议长杨秀玉也强调 会互相尊重学习 不分政党的态度 和所有议员们一起合作 监督市政 服务基隆乡亲 建设基隆来努力 相信未来府会会相当和谐的 这一次我们亲民党跟民进党 一起合作这个政部议长的一个选举 那谢谢佟志伟 那我想我们在议会都是一个中立 希望说能够达到制衡 那我想我也非常 这个谢谢我们的谢市长 我也是很全力的支持 这个谢市长 当选我们基隆市的市长 那未来我们都是没有不分政党的 不分政党 那宋主席那个 他的安排 我跟这个我们的佟志伟 一起来这个议会 来监督这个市政 我相信未来一定是非常和谐的 最后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副议长杨秀玉 也陪同第20届基隆市议会 31位市议员们 在基隆市议会议事厅内进行大合照 希望府会和谐 携手合作 共同建设基隆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